你我六岁时可能正在缠着妈妈要玩具,而她六岁时却蜷缩在母亲的尸体下苟延残喘。 1941年,乌克兰被纳粹占领,年仅六岁的犹太女孩安娜在纳粹集团坑杀平民的罪行中奇迹般死里逃生。 幸运的是,她成了这场屠杀中唯一的寸货者,然而不幸的是,她成了孤儿。 父母都死在了这片肖色之地,纳粹离开后,安娜艰难地霸开土堆露出惨白的笑脸。 眼泪如同断线猪脸般杂落,她哭着哭着哭哑了嗓子,但是再怎么悲伤也不能改变她成为孤儿的事实。 安娜离开这里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着走着撞见了一对中年夫妇。 中年夫妇二人将孤苦伶仃的安娜带回家中,不仅给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给她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面对夫妇二人的热情,安娜开始打开内心,回应二人的问题。 然而得知安娜是犹太人后,夫妇二人立马受毁了之前的善意,换上了一副可恶罪恋。 他们再看着安娜,就像是看着一个催命的小鬼一样惊恐不安。 为了保全自家姓名,夫妇二人将瘦弱无助的安娜撕扯着带到了德军指挥部。 可怜的小安娜刚出狼穴又入虎口。 值得庆幸的是,德国军官并没有把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女孩当回事,于是带她回到房间,不再理会。 安娜趁着军官指挥手下搬家具时,脱离了军官的视线。 等到军官回过时而来,安娜已经找到了藏身之处。 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壁炉,家具,沙发,茶几,应有尽有。 即使被战火摧毁的一片狼藉,也不难看出之前这家是个富裕户。 而安娜的藏身之处正是壁炉烟道里,这是个黑暗促暇的空间,伴随安娜的只有孤独和恐惧。 然而这极端条件却激发了安娜强烈的求生欲望。 白天,安娜静悄悄地蜷缩在烟道中,等到黑夜,军官和士兵们都离开这里,安娜打算爬出烟道,探索四周,寻找食物和水。 然而没等到她的小脚丫碰到地板,窗外巡逻的军犬就开始咆哮。 安娜只好返回烟道,继续躲藏。 第二天太阳升起,一缕阳光通过壁炉外镜子上的坡洞照在安娜脸上,把她叫醒。 趁着光线,安娜看到镜子上的坡洞,她小心翼翼地把小洞扩大了一些,从此这个小洞变成了安娜的眼睛。 她能通过小洞看到房间内发生的一切。 这天,她看到德国男人们在激烈地讨论着如何强身健体,女人们则是拿着画笔写写画画。 她们作为侵略者,完全体会不到丧失家园的痛苦,而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 相比她们的惬意,安娜却痛苦万分。 正当男人女人们聊天时,安娜的藏身之处来了不速之客,是两只雀黑的大老鼠,肆无忌惮地在壁炉口啃着书本。 这可把安娜吓个半死,只好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两只老鼠吃饱喝足离开后,安娜才算松了口气。 紧接着,窗外雷声大起,一场暴雨倾盆之时洗来,雨水甚至淹到灌入,可怜的小安娜瞬间成了落汤鸡。 不过幸运的是,安娜在躲藏了数十个小时后,终于喝到了第一口水。 暴雨声渐去,天色已经被黑布盖上,等到屋内彻底没了声响,安娜捏手捏脚地从烟道爬了出来。 这一次,窗外的军犬不知道是没听到屋内动静,还是习惯了安娜的嘻嘻,总之,总算是没发出咆哮。 安娜开始借着微弱的月光探查四周,屋内到处是白天们女人的作品,地上一片狼藉,安娜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任何食物。 正当她准备返回烟道时,窗台上的一杯颜料水救助了她的目光。 安娜平静地端起半杯浑浊的颜料水一饮而尽,接着,安娜爬到窗台寻找逃生的出口。 结果窗户还没打开,窗外的军犬就扑了过来。 安娜着实被吓得不轻,她捂着心口喘了好长时间才算平静下来,眼看逃生无望的安娜失落地回到烟道。 安娜在无尽的黑暗中渐渐睡去,随着房间内骂声四起,她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通过小洞,安娜看到,两个军官因为女人的归属问题起了冲突。 伴随一声刺耳的枪响声,一个青年军官仰面倒在壁炉口。 安娜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尸体,倒在自己面前。 然而她并没有感到惊吓。 很显然,安娜早已经在恐惧中习惯。 接着,军官士兵把尸体拖了出去,房间内瞬间恢复了欢声笑语。 不得不说,在动乱时代,人命真如草剑。 安娜在烟道中又蜷缩了一整日,人群才算散尽。 此时安娜已经三天没吃一口食物,她再次趁着月色来到房间觅食。 然而房间内除了军官们留下的垃圾,只有一些从花盆里剩下的泥水。 安娜没有选择,为了生存,把脏水喝了个干净。 接着,安娜开始翻箱倒柜,祈祷着哪个角落能出现一些食物。 然而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连食物的毛影也没见到。 不过好在,找到了一把匕首,还算有用。 可能是安娜的祈祷起了作用。 安娜无意间一低头,在柜子下看到了一个补薯夹。 她小心翼翼地把夹子勾出来。 虽然没能饱餐上一顿薯肉大餐,但是补薯夹上的两块面包却能让她垫垫底儿。 三天来,这是安娜吃到的第一口食物。 她心满意足地回到烟道睡去,就连做梦的时候还在回味面包的美味。 就这样,安娜靠着补薯夹上的诱饵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但是好景不长,军官发现这么多天,补薯器不仅一个老鼠也没抓到,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面包,于是就不再继续留下诱饵。 安娜只好另寻生计,这天晚上她来到房间。 白天德国孩子们让宠乌鸦游泳的洗澡水流了下来。 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安娜对着这盆清水引了个痛快。 这盆清水估计是安娜这些天喝过最干净的水了。 安全的度过了这么多天,安娜的胆子也大了不少。 她鼓起勇气打开屋门,走到其他房间寻找食物。 结果一出门,她就眼前一亮。 楼梯旁堆放着几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她急忙抓起苹果就啃,结果却大势所望。 这几个模型苹果是德国孩子们留下的玩具。 正当安娜准备摸索下一个房间时,军犬的咆哮声再次响起。 安娜只好返回烟道,老老实实地待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烟道里的东西越来越多。 安娜找来奖杯储水,捧布当作毯子。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安娜始终保持从容。 凭借着出众的智慧和胆量,利用身边一切资源, 让生活变得井井有条。 甚至还能借着残光读上一本漫画书。 偶尔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这天,房间内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德国人。 随着锁门声响起,两个人开始行苟且之事。 然而安娜眼中只有他们带来的一筐水果。 很快两人完事后就离开了房间。 安娜迫不及待地从烟道爬出。 她看到筐子里留下了一个新鲜的番茄, 眼中泛起晶莹。 这么多天,她终于吃到了一口正常的食物。 她认真仔细地把番茄啃了个干干净净。 甚至留在手上的枝叶,她也舔了个干净。 安娜冷不丁地吃了个这么大个儿的番茄,肚子开始抗议了。 不过幸好坚持到了晚上, 安娜捂着肚子,静悄悄地爬到顶楼,准备方便。 等到安娜准备离开时,一只橘猫撞了过来。 安娜试着和她沟通, 很快橘猫就拱进了安娜怀中。 在如此绝境中, 两个孤独的灵魂得以互相慰解, 实属难得。 从此以后, 安娜不再置身一人对抗孤独, 她总算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一人一猫相依为命, 渐渐地, 举猫成了安娜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 举猫的突然到来, 彻底激发了安娜的生存本能。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安娜鼓足勇气, 开始对这所房子进行全面探查。 她找到一间化学实验室, 给自己的小窝制造了一盏酒精灯, 还在一处阁楼上发现了鸽子群。 她带着橘猫开始狩猎, 成功逮到了一只鸽子。 安娜点燃炉火, 把退完毛的鸽子放在炉火上炙烤, 很快一只滋滋冒油的烤鸽子出炉, 一人一猫窝在烟道里, 尽情地享受来之不易的美食。 但是好景不长,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鸽子们换了住所, 安娜只好另寻食源, 她再次把目标转到了老鼠诱饵上。 然而安娜不知道的是, 这次军官放的诱饵是下过药的。 可怜的小安娜误使了被耗子药浸泡过的诱饵, 尽管药量不大, 安娜还是经历了一场生死。 她痛苦地蜷缩在烟道, 拼命地捂着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声响。 尽管双手轻轻抱起, 却依旧止不住疼痛, 终于在煎熬中, 安娜昏睡了过去, 等到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不知道过了几日。 窗外已经白雪矮矮, 再一次死里逃生的安娜 对于生存的欲望愈发强烈。 她找来容器, 把白雪化开, 不仅喝到了滚烫的开水, 还借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哪有少女不暧昧, 尽管在如此绝望的环境中, 小安娜依旧有着一颗活着体面的心。 天气越来越严寒, 军官们很少在这间没有温度的房间内活动。 这让安娜终于能够轻松地生活一段日子。 在此期间, 她割开动物标本的皮毛做了一件大衣, 又捡来女人丢掉的长靴。 尽管一身其一的装扮让安娜看起来不伦不类, 却给了她能活下去的温度。 在寒冬之际, 食物成了最难寻的东西。 安娜已经很多天没有进食, 直到这天深夜, 安娜在睡眼朦胧中看到房间外灯火交错, 房间内的男男女女都喝得烂如醉泥。 桌子上白满美食, 就连地上也到处滚落着煮熟的鸡蛋。 安娜狠狠地掐了自己, 才发现不是在做梦。 原来, 这天是德国人的新年, 他们在别人的家园放肆地庆祝。 看着满屋子的美食, 安娜鼓足勇气溜了出来。 桌子上的各种食物让她眼花缭乱, 她顾不得挑选, 无论抓起什么都往嘴里塞。 吃饱喝足后, 安娜把桌子上的残羹剩饭装了满满一袋子, 顺便拿走了醉酒军官的配签后, 又躲回了烟道。 烟道内一张惨白的小脸, 一团橘黄色酒精灯火焰, 一只肥胖臃肿的橘猫, 还有一堆美味的食物。 一时间, 安娜好不惬意。 然而正当安娜贪婪地享受着难得的时光时, 从门外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这两个军官一边交谈, 一边表示房间太冷, 要在壁炉生火。 随着火焰生腾, 烟道内的安娜被呛得眼泪直流, 她只能拼命地用瘦小的身体堵住进风口, 不让火势蔓延。 安娜的动作起了作用, 任凭军官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在壁炉里生火。 两人连番失败后, 只好信心而回。 就这样, 安娜再一次凭借智慧保全了自己。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烟道内的食物越来越水, 窗外的血水也化得干干净净净, 安娜只好再次外出觅食, 结果这一次安娜不再幸运, 还没刚爬出烟道, 就撞见了一位年轻军官。 照理说, 安娜这次再劫难逃, 然而年轻军官不知是出于怜悯, 还是出于愧疚, 不仅没有暴露安娜的踪迹, 还给她流了一壶水。 有了这次的教训, 安娜行事更加谨慎, 甚至不到凌晨她都不会动弹, 但是尽管如此, 她还是差点暴露踪迹。 这天, 一群军官带着军犬来房间逮老鼠, 刚一进门, 军犬就对着壁炉狂叫, 蜷缩在烟道里的安娜紧紧抱着橘猫不敢动弹, 然而军犬并没有就此罢休, 依旧对着壁炉狂吠。 惊吓过度的橘猫挣扎着从安娜怀里跌落, 正巧落入军犬口中。 随着军犬叼着橘猫心满意足地离去, 才算结束了这场闹剧。 这一次是橘猫救了安娜的性命, 橘猫也因此没了性命。 安娜早已把橘猫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 到了夜晚, 安娜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泪水如泉水般涌出, 她在黑暗中痛苦地发出无力的嘶吼声。 从此刻开始, 安娜的心理发生了转变。 开始从之前只求生存的单纯防御, 转到了复仇血恨的进攻状态。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无时无刻不再寻找杀掉恶犬的机会。 终于, 这天安娜在化学实验室找到了一罐贴着骷髅头标签的药水, 她把药水尽数倒在仅剩的两块奶酪上面, 找准时机打开窗户, 把奶酪投给恶犬。 恶犬果然吃下奶酪, 安娜躲在窗檐下, 注意着窗外的动静。 不过多时, 恶犬果然开始哀嚎发疯, 随着一声枪响, 恶犬被了结了性命。 直到此时, 安娜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等到窗外人群散尽, 安娜本以为窗外再也没了巡逻的军官和恶犬, 于是就有了逃生的念头。 接着, 安娜满怀希望地打开窗户, 正准备跳窗而逃之时, 没想到更多的军犬在大雪里奔跑。 安娜逃生的窗户再一次被迫关上, 影片至此结束, 这扇窗户是安娜进入黑暗的通道, 同时也是她逃生的唯一出口。 至于想安娜能否逃脱, 不得而知, 似乎这个是留给观众的悬念。 也许关上窗户的那一刹那, 安娜的生命也就戛然而止, 或者在看不见的未来里, 安娜成功脱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